最近的大新闻 可能是我们国家近100年以来最重要的新闻 就是德州的边境问题 在讨论现在的美国的危机之前 我先来讲一下 大概的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德州的州长下令 启用德州的National Guard的国家防卫军 来保护德州的边境 而且发出了声明说 原因是因为拜登政府 没有尽到联邦政府的职责 来保护德州的美墨边境 然后拜登政府就发了急件 给了最高法院 说德州的做法违宪了 保护国家的边境应该是联邦政府 州政府没有任何的资格管美墨边境才对 然后最高法院的判决 跌破了大家的眼镜 竟然跟拜登政府站在一起 允许联邦的边境管理局 撤掉德州的National Guard 摆上的铁丝还有围墙 然后德州的州长这一次站起来了 虽然他是坐轮椅 但是他在面对拜登政府 在边境问题上面的时候 他站起来了 现在可以说就是州的军队在边境 对上了联邦的边境管理局 也算是一个军队吧 联邦的军队在那个地方对持 然后目前已经有25个州 决定要跟德州站在一起 而且也派出了自己州的National Guard 去德州 现在说就是目前是一个 美国内战一触即发的状态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边境的最新画面 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边境 可以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状况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德州州长Greg Abbott 很多人说他是个Rhyno 有些人说他这东西只是 逢场作戏做给人看的 没有这回事 只是共和党的内部作业而已 Well 网路上有一个影片在串流 是川普说 他会支持德州 他当总统的时候 他会把州所需要的资源 全部都给德州来去保护边境 等于说就是 他川普正在带领整个保守派的运动 跟拜登的联邦政府抵抗 他还有另外一个影片上面 他是这个样子说的 这个是他第二次说这个样子的东西 百分之一百会有恐怖攻击 在美国发生 一个重大的恐怖攻击 或者是很多恐怖攻击 然后川普这句话 整个网路就全部炸锅了 回应全部都是 川普跟川普的支持者 才是恐怖分子 OK 川普要分裂美国 以下这个女的 这个叫做Jojo 她说 这个或许会让人有一点点讶异 如果说我们发现 川普就是计划恐怖攻击的主谋 她刚是在说 等一下准备好 妈 这就是当时川普被问到 他跟Proud Boy的关系的时候 川普说的话 我没有办法看着这个 然后不去联想 他其实是在叫人来攻击我们 怎么会这么可悲 他在警告FBI 国安局 司法部 以及We the people 我们人民 在事发之前告诉我 他跟他的支持者 已经准备好 要出动了 要相信川普的威胁 注意这个人 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是他们网路上的回应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是怎么看川普的 还有他们是怎么看川普支持者的 他们是怎么看你们的 每一次说什么右派的阴谋论 也是他们这群人 然后在这个地方炒阴谋论 炒冷饭的也是他们这群人 很多人认为说 美国现在安全的不得了 美国现在唯一的威胁就是我们这些有枪的 保护家庭的 读圣经的 还有川普支持者 事实上就是川普并不是第一次发这种先知预言 川普在2000年的1月的时候就已经发了这个类似的预言 是关于2001年的911 9月11号的恐怖攻击的事件会发生 Buzzfeed Doug up an old quote from Donald Trump Talking about a large scale terror attack 19 months before 9-11 In his 2000 book The America We Deserve Trump wrote I really am convinced We're in danger of the sort of terrorist attacks that will make the bombing of the 1993 Trade Center Look like little kids playing with firecrackers Trump also mentioned the mastermind of the attack writing quote One day we're told that a shadowy figure With no fixed address Named Osama bin Laden Is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And U.S. jet fighters lay waste Tis camp in Afghanistan He escapes back under some rock And a few news cycles later It's on to a new enemy And a new crisis Trump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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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hold on a second Is this really Trump before 9-11 Have you read this? It's 2000 In his book Are we making that Did you make this up Mika? Nick I did Did you make this up? Nick tell us it's over right Because you're wrong about everything Mika stop I think it's over What's that What's the rage here Will you stop No it's cute I think it's cute I think it's cute Well go for it Really quickly though I mean so Willie That was 2000 2000 And a book he wrote in the year 2000 Well was published in 2000 He could have written in 1999 Exactly He might have been more pressure So he predicted Basically predicted The attacks from Osama Bin Laden 很酷齁 連賓拉登的名字都出來了 川普在2000年的1月的時候 出書上面寫的 也就是說 可能他在1999年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個預言寫下來了 现在他在說出來這個預言 其實並不難理解 過去三年 美國是最動亂的 經濟最差的 最不安全 大量的非法移民侵入美國 在Joe Biden的這個治國方針裡面 連外交都出了非常非常大的破洞 而且戰爭到處都是 外加上南邊的邊境完全開放 川普說的其實並不是一個什麼 先知性的預言 其實就只是一個非常合乎邏輯的 嘗試推理而已 我們或許可以說他說的東西並不是百分之一百一定會發生 OK 要成真的話還需要很多其他的元素才可以 但是 他們全部的反應就是 川普在威脅美國 說要在美國發動恐怖攻擊 然後元凶就是這些什麼 MAGA Republican 共和黨 還有那些投票給川普的人 也就是說各位的意思啊 刻意扭曲別人的話 來促成人民的憤怒 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是非常邪惡的 非常噁心的 例如前一陣子川普在台上 這個樣子說 Nikki Haley And just a little note to Nikki She's not gonna win But if she did She would be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ose people in 15 minutes And I could tell you five reasons why already Not big reasons A little stuff that she doesn't want to talk about But she will be under investigation within minutes 然後這一段話是在跟Nikki Haley說的 就是她是在講說 你沒辦法承受壓力 你贏了之後 馬上就會被民主黨這些調查 他們民主黨會無所不用其極的 在你背後捅刀 所以你放棄初選吧 這個壓力 你沒辦法擔 我來擔吧 很明顯 她的用意是這個樣子 但是卻被扭曲成 她在威脅Nikki Haley說 她上台的時候要調查Nikki Haley 就算每一個人都聽得出來 川普其實是在說 升成政府之後 會攻擊任何共和黨的候選人 任何只要有兩個以上腦細胞的人 只要不是一個單細胞生物 只要不是水母 其實都可以聽得出來 這個樣子的實話 常理卻被扭曲成一個威脅 但是只要你是恐穿症候群的第五期 末期的患者 或者是你是一個水母腦 你就只會看到世界日報的標題 然後說川普是一個威脅 是民主的威脅 是暴力的威脅 你忘記了川普在2021年1月6號的時候說的嗎? I know that everyone here will soon be marching over to the Capitol building to peacefully and patriotically make your voices heard 然後美國有一半的人認為這是一個call to violence 暴動的呼求 然後要把他的名字 川普的名字從選票上面撤下來 說都是因為川普才會有這個insurrection 暴動 叛變 叛國 川普支持者會暴力的攻擊警察 都是因為聽了川普的話 結果搞了半天 都是FBI跟DOJ自己搞出來的東西 已經有影片證明了 我們做新聞做了三年 快要四年 最明顯的證明就是 我們是正確的 其實每一次他們抹黑扭曲川普說的東西 他們說我們崇拜川普 說我們無條件的支持川普 然後還有很多左派的基督徒跟左派的牧師說 我們在拜偶像 我們把川普當成偶像 但是其實他們才是一天到晚盯著川普看的人 川普說要挖石油 他們就馬上說要禁止石油 川普說疫苗很好 他們就說完全不相信疫苗 直到川普自己都承認疫苗 好像有點操之過極了 他們就馬上逼著所有的人要打疫苗 接下來說就是川普如果說氧氣是必要的 他們就會叫所有的人停止呼吸的概念 川普說病毒來自於中國 所以叫China virus 他們就說這是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 川普現在在這個地方說的邊境問題 是對美國 對全美國各大城市的威脅 然後他們就在這邊說 怎麼可能 恐怖攻擊絕對不可能再發生 在美國唯一的危機就是川普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 然後同一時間 有10個美國情報部門的FBI的高層 前高層 標題是美國正面臨崭新的 而且無法避免的危機 遞到了我們的國會裡面 上面寫的是 眾議院的議長 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以及主席 身為前資深的FBI的執行長們 我們有非常多抵抗 對於我們的國家的威脅的經驗 我們現在透過這封信表達我們的擔憂 一個對於美國來說最嚴重 意思就是他們入境的時候 完全沒有被我們發現 基本上 各位如果看的話 這些退休的FBI的高官 在警告的東西 其實跟川普說的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一個直接 而且無法避免的威脅 造成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邊境危機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邊境 邊境管理局的人 就站在這個地方 沒有抓任何的人 就讓那些人 大搖大擺的走進來 明顯的違法 然後說進進出出 絕對不過分 而且絕大多數的都是男的 有一堆男的 不知道要幹嘛 不知道來幹嘛 左派說的都是 他們是來這邊找工作的 請問是誰要給他們工作 紐約市這個 這麼左派的城市的市長 都已經受不了了 開始要把非法移民 撤到其他地方了 要去哪裡 我們不知道 而且我們幾乎是 已經確定有恐怖分子入境了 上個星期的邊境的時候 拍到了這段畫面 哇 非常簡單 the entitlement the entitlement No, believe him I'm much better than that the entitlement, guys Wow Do you know who I am? OK? You will know who I am OK?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威脅 你會知道我是誰 那這個人是誰呢?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他說完之後 馬上就消失了 現在這個假設是這個人 Muvsam Samadouf OK? 他是一個伊斯蘭什葉派的一個 極端分子 做過很多的恐怖攻擊 是組織的領導 是什麼樣的組織 我們不知道 但是不是一個宗教領袖 因為他的宗教極端自由主義 被逮捕 罪名是走私武器 以及計劃在犯罪當中使用殺傷性的武器 外加上陰謀啟用恐怖攻擊來叛國 還有違法的威脅 以及不遵守法律 那是不是這位恐怖分子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這個 在圖面上這個真正的恐怖分子 花了很多時間在監獄裡面 因為恐怖攻擊 我不知道一切只是猜測 我覺得很有可能 如果有恐怖分子的話 他們兩個長得還蠻像的 但是當然這些都不能被討論 因為左派拜登政府 不願意討論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進來的人 這些他們說的這些走線的 都必須是很可憐的人 都是被政府迫害的 他們都只是想要自由 來這邊尋找政治庇護 他們只是想來工作的 只是想來建立家庭的 在美國貢獻社會的一群 心地善良的人而已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都是川普的問題 川普的支持者 就是促成恐怖攻擊的這個事件 這個樣子掩耳盜鈴 眼不見為金的行為 其實就是我們接下來 FBI那些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防恐的專家說的 無法避免的危機 會發生的主要原因 當然我不可能只討論新聞 然後不討論我們自己 各位要知道的是 我們是一個基督教的頻道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人認罪悔改 指出錯誤 希望建造更剛強的基督徒 所以每個新聞 我們都會把他們跟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教會做一個連結 現在在美國有很多華人的教會 裡面出現了這一群人 這群人叫做走線的人 之前沒有這個單詞 之前這個單詞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只聽過非法移民而已 走線就是一堆人 這就是現在這些人 沒有透過正當程序 用非法的方式來到美國 來到美國之後 很多人就會去教會裡面 到教會裡面 OK每個教會要增長又增長 每個星期都有十幾二十個人受洗 好棒啊 美國要復興啊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有好多的牧師 在支持這個樣子的行為 還有牧師開放自己的教會 讓這些非法移民 這些非法入侵美國的這些人 住在他們的教會裡面 把教會的停車場 蓋得跟一個集中營一樣 這個樣子就可以 方便這些走線來的中國人 你可以跟這些走線來的中國人收房租 美國的文化會不斷的墮落 不斷的被扭曲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大量的接受移民 而且是在原本的移民 還沒有接受美國文化 還沒有辦法接受美國思想 還沒有成為一個美國人的時候 美國就不斷的接受這些外來的移民 很多來美國20年30年的華人 他們不會說英文 辦什麼事情都要兒女去辦 然後呢 兒女就因為他們不會說英文 所以瞧不起他們 之後兒女變壞了 然後這些老人就說 兒孫自由兒孫服務 現在在美國是這個樣子 美國的家庭是這個樣子 教會也是這個樣子 教會為了人數 還有自己爽的關係 去接受這些走線的人 在做這非法的事情 而且還自己以為很光榮 用耶穌的名為人施洗 但是其實來的很多人 並沒有經過基要真理的課程 經過了也沒有在聽 他們來的目的是什麼 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很多的人 很多的基督徒認為說 立位記19章34節 上面說 和你們同居的外人 你們要看他們如本地人一樣 並要愛他們如己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做過寄居的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沒有錯 我們遇到移民 他們如果我們應該要幫助他們 要鼓勵他們 要幫助他們變得剛強 但是不是無條件的接受 無條件的接納 我是移民 Felicia是移民 Persilla也是移民 很明顯我們並不反對移民 但是要透過合法的程序 要透過正確的方式來到美國 我們才應該接受 屬凱撒的歸凱撒 屬神的給神 這個不只是包括十一奉獻的納稅而已 而是包括世界上的法律 跟神的律法 當我們在鼓勵非法移民的時候 當我們沒有在建設基督的文化價值觀 然後去幫助拜登政府接納非法移民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犯了這個國家的法律 Joe Biden犯了美國的法律 最高法院觸犯了我們美國的憲法 但是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不應該觸犯這個國家的法律 我們服從的在上掌權者 應該是美國的憲法 這片土地的法律 而不是Joe Biden 而川普一開始說的 美國正面臨恐怖攻擊的危機 並不是一個先知預言 而是一個我們知法犯法的後果 跟常識而已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News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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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